接下来来看星星的 是这三位来逛动物园的大爷 生活经验更加丰富的他们 能发现这只星星是假的吗 大爷 这星星本来就是人眼的 肯定跟人一样好吧 既然现在都还没产生怀疑 那我们就让演员再发挥一下劲了 面对演员假公济私 给自己删封的行为 大爷们居然露出了 看到外星生物的表情 面对大猩猩反常的行为 他们终于感觉到有点不对了 趁此机会 我们要让演员进行一项 更加露骨的表演 再提醒大爷们一下 一个只能在足疗城看到的画面 就这样赫然出现在了动物园里 看到这只自带泡脚功能的星星 三位泡了一辈子脚的大爷 似乎完全看傻了 而蓝色上衣的大爷 只能用复读机一样的语言 表达着内心深处的震撼 不过即使经过了如此离谱的表演 大爷们似乎还没有确定星星是冒盘后 看到他们大眼瞪小眼的状态 演员包括在星星皮下的观察之魂 熊熊燃烧起来了 接下来他要以超越人类演员的演技 为大爷们奉献有史以来最离谱的 星星表演 首先他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件 星星绝对无法使用的道具 伸缩大宝剑 在大爷们见鬼一样的目光中 我们能够预感到 接下来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看到星星浮夸的自杀表演 被星星表演完全吸引了他们 已经忘了质疑 星星怎么会玩大宝剑了 而且此时此刻 被星星表演吸引的还并不止他们 我们来换一个角度 在演员假装倒下的一瞬间 旁边的狐猴被吓得像要去报告大王一样 面对这场连猴都被吓到的表演 大爷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星星的观察力了 不要再和大爷们开玩笑了 马上向他们送上星星的真相吧